她的人生历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曾先后八次荣获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 实属空前绝后 这位东方女神征服了香港的影视界 赢得了国际电影节众多殊荣 更点亮了全球影迷心中的那颗闪亮明星 而今 她虽早已登峰造极 影坛地位坚不可摧 她盛名之下的青春少爱 如今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归报 林青霞的美 毋庸置疑 拥有这样的美貌 自然面对众多诱惑 而这也就意味着林青霞一生的感情 注定不平坦 林青霞1994年和香港富商行李结婚 婚后约有两个女儿 逐渐淡出荧光幕前 如今的林青霞生活在香港的一处僻静山水之间 这处豪宅占地高达五万英尺 单单院子的面积就达到了三万英尺 豪宅的奢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光是林青霞居住的套房面积就高达一千五百平方米 魅力设施应有尽有 别致非常 林青霞住在这如皇宫般的豪华居所内 享受着与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奢明生活 她拥有18个专职保姆全天候服饰 房子外还有24小时巡逻的鹤枪实弹的保安 确保女神的生活无忧无虑 这栋豪宅的建造费用高达1.3亿港元 在许多人眼中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存在 林青霞在豪宅内过着皇后的日子 而她的姐姐却只能依靠每月450元的退休金度日 两姐妹的生活对比强烈 一边是山珍海味 一边是清淡蔬菜 令人不禁要反思 同样的出身 为何如今两人的差距遥不可及 然而说谜的背后 林青霞也有道不尽的心酸 豪门的是非恩怨 是我们大家都有所耳闻的 林青霞的丈夫行李是香港某公司的董事主席 也是一位出了名的富商 他之前有过一段婚礼 本人长相一般 甚至可以说有些丑 当时林青霞嫁给他的时候 很多人都表示嘻嘻 婚后林青霞为行李生了两个女儿 2016年 曾有消息传出 行李和林青霞婚变的原因是没有生出儿子 行李认为后继无人 便产生了养私生子的想法 当时林青霞发文否认 并没有太多人在意 两年过后 林青霞再次传出婚变 知情人士透露 林青霞没办法忍受行李再新欢 已经结束了24年的婚姻 还拿到了20亿赡养费 而离婚的原因是行李的小三 生下了私生子 而老公想要立一主分财产给儿子 甚至将私生子带回老家记住 2019年3月 林青霞再次否认婚变 还给老公举办了庆生会 老公外遇和私生子传闻平传 林青霞的态度永远保持不澄清 不关注 过好自己的生活 而在林青霞被曝因小三介入而离婚之后 许多网友又想起了当年他跟秦翰的那段感情 当年秦翰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林青霞爱得痴缠 一度成为小三 当年备受舆论责和质疑 最后还远走美国必分头 当年的林青霞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人 林青霞18岁在台北逛街 因美貌被星探发掘 推荐给琼瑶 主演处女座窗外一息成名 被港媒盛赞清纯玉女 不同于世俗定义的标准美人 林青霞连鼓向周震 一半仙气 一半英气 刚柔并激的气质模糊了性别界限 周星驰曾形容他穿起女装是最美的女人 穿起男装就是最亮的男人 巨星气息令人设服 后来成了华人影坛数一数二的爱情片巨星 和秦翰 秦祥林 林凤娇 齐真 二情二灵 除了戏剧方面 林青霞的感情生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的情路并不像演艺路走得一样顺利 其中和秦翰与秦祥林的三角关系 可以说是比连续剧还精彩 早在多年前 林青霞与秦翰拍摄窗外阴系深情 当时的秦翰已经结婚 林青霞因此被指插足对方婚姻 之后林青霞逃到美国避开恋情 与此同时 身为秦翰好朋友的秦祥林也爱着林青霞 当时他马上与妻子离婚 多次跑到美国追求林青霞 最后林青霞接受了秦祥林 秦祥林随后便向林青霞求婚 在这段感情中 秦祥林是卑微的 为了得到林青霞 他不惜牺牲自己 可即便是这样 两人还是没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是秦祥林做得不够好 而是林青霞始终忘不了秦翰 就连订婚前一晚还打电话给秦翰 你觉得我跟秦祥林合适吗 我和他订婚好不好 林青霞本想着秦翰挽留 却没想到得到的是一个冷漠的回答 随便 那是你的事情 心灰意冷的林青霞 立马和秦祥林订了婚 不过这一定就是四年之久 秦祥林才意识到 自己从来都没有走进林青霞的心 于是两人最终分到扬镳 而此时的秦翰也和邵乔英离婚 1985年 在琼瑶的撮合下 这对恋人经历了13年的长跑 终于震大光明地在一起 之后 他们携手出现在大荧幕上 林青霞的脸上是挡不住的幸福 当记者提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林青霞更是满脸羞涩到 总不能让我一个女孩子开口吧 毋庸置疑 那段时间是林青霞最幸福的时候 可是等了许久 却始终没有等到秦翰的求婚 而这一等 又是一个九年过去了 试问一个女人有多少个九年呢 已经38岁的林青霞心里没了地 她不停地询问 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句的敷衍 最终 1994年两人正式宣告分手 结束了长达22年的孽恋 从此两人相望于江湖 经历了两情一灵的今世爱恋 林青霞才终于明白归宿的意义 我觉得我好孤独 我很想要一个家 同一年 在朋友诗男生的介绍下 林青霞认识了富豪行李 1993年 新龙门客栈的导演徐克 召集剧组开了一场庆功宴 除此之外 她还评级自己的号召力 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 其中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男子 名叫行李源 许多媒体喜欢将行李源和林青霞的相遇 渲染成男方经验与女方的美貌 进而对她一见钟情 这种说法很浪漫 却不是事实 行李源毕竟是身家百亿的资本居饿 眼界和阅历都不肤浅 单凭外表爱上一个人 不太可能 她在一开始 看重的只是林青霞的才华和能力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 林青霞就是一个演员 可实际上 林青霞的身份很多样 她不仅会演戏 还会写书 搞创作 尤其擅长写瑞评时装的文章 一遇闲暇 林青霞就喜欢写写东西 然后往一些杂志上投递稿件 其中有一篇关于时装的稿子 甚至被灯载到了美国一家杂志上 而彼时的行李源 正担任某服装品牌的亚洲区负责人 在美国招聘买马之际 恰好看到了林青霞的这篇文章 她仔细读完后 被林青霞读到的见解深深折服 同时还惊讶于一个演员 竟能写出如此专业的内容 于是行李源按下决心 要和林青霞见一面 可惜的是 那个时期的她 一直业务繁忙 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岗 跟林青霞见面的事情 只能一拖再拖 直到1993年 收到徐克的宴会邀请 才终于腾出一点空隙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 行李源和林青霞的生命轨迹 开始出现交会 宴会上 行李源和林青霞相谈甚欢 会后 行李源亲自将林青霞送回家 顺带着 就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之后 两人的关系逐渐热落 并在相识一年 交往半年后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无数媒体惊奇于林青霞的雷厉分行和毫无预兆 更差异于新郎的身份 竟然不是跟她相爱二十年的秦汉 有人特地跑到秦汉家追问 谁之后者比她还要惊讶 原来当初林青霞跟行李源在一块时 并没跟秦汉提分手 直到结婚前一刻 她都被门在鼓里 秦汉的这些话 一度让林青霞的风评降至谷底 很多人给她扣上贯三的帽子 先三了秦汉的原配 又三了秦汉 当然 这些负面评价并没影响到故事的结局 林青霞跟秦汉 确实是结束了 她选择了财力和眼界更强的行李源 这也是她对自己新恋爱观的一种践行 要爱自己 更胜过爱别人 1994年 林青霞和行李源在美国三藩市举行婚礼 行李源的实力在这场婚礼中得到尽情彰显 她为林青霞定制了香奈儿的礼服 世间仅此一件 钻戒也是经由名师打造 价值500万港币 除此之外 行李源还在现场布置了无数香槟色玫瑰 总金额高达700万 再加上其他花费 这场婚礼总消耗5000多万 可以说毫无人性 当时到场的嘉宾全都被现场气氛感染 身为林青霞终于遇到对的人 能幸福一辈子 回归家庭 吸引后 行李为此专门给她买了一栋价值五个亿的房子 几十年不让她下厨 作为行李源的诊编人 别人不清楚 她却深刻地明白 行李源跟她的婚姻 掺杂了多少利益和投资在里面 从婚礼时直入广告 到开疆拓土时 她付出名气 动用人脉 一点点帮助丈夫建立起商业帝国 可以说 行李源走的每一步 都少不了她的影子 如果换作曾经的林青霞 对爱情吹毛球车 当然见不得 纯净的爱情里有过多杂物 可如今的她 却不再是当初闷懂的小女孩 而是一个学会了 如何才能对自己更好的成年人 早在跟行李源成婚的那一刻 林青霞就知道了 自己这辈子要选择爱情 还是面包 因此 她对行李源的要求 从不拒绝 这一点 跟当初和秦汉相处时 动不动耍小脾气的她大相径庭 而也正是因为保持这样的心态 林青霞才能在后来 丈夫身陷出轨分波时 表现得那样淡定自若 2018年 有台妹爆料 林青霞和行李源已经离婚 林青霞个人分到 20亿港币的赡养费 至于离婚的原因 无非还是子嗣问题 林青霞跟行李源结婚十几年 只生下两个女儿 但行李源想要一个儿子 多次努力无果后 就在外找了一个小三 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 对于此事 林青霞并未明确回应 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 此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 对于林青霞本人而言 她已经懂得如何从感情的 漩涡中抽身 因此并未受到多少影响 偶尔被人拍到出街闲逛 状态也很好 也许在未来 林青霞会选择结束 与行李源的婚姻 又或许 她会忽略这段丑闻 跟行李源厮守终身 但无论怎样选择 林青霞都已经得到成长 不再为情所困 以爱为生 如今的她有钱有闲 也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